各位媒體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劉逸兒 然後謝謝大家今天的活動 擁有一雙迷人電眼的新生代女星 劉逸兒被廠商向眾 請她為眼妝產品代言 鮮少一個人出席公開活動的她 一襲紫色削尖洋裝露出美背抄襲襟 劉逸兒表示自己平常出門很少化妝 最有自信的地方就是眼睛 難怪早前她的飛聞男友王大陸 連在開解約糾紛的記者會上 都忙著向劉逸兒示愛 原來平常都被電暈了 是因為我有在刷這個睫毛膏嗎 沒有啦就是那時候 那時候我當然滿開心的 因為其實從小到大 我都滿像一個小男孩的 對 其實有點會不好意思這樣 對 所以也很少打扮 就聽到當然被欣賞 有點就滿開心的吧 聽到王大陸公開說欣賞她 劉逸兒不會言自己很開心 不過日前王大陸出席公開活動時 又撇清說自己現在沒女友 難道是暗示逸兒出局了嗎 對此劉逸兒表示 是兩個人一直都是很好的朋友 對未來的發展更大方的說 有緣就OK 如果 如果未來是就看緣分 但是她現在不是就是主要在大陸呢 然後我也 最近在拍戲 所以很少時間可以聯繫 那如果有緣分的話 我覺得其實是OK的吧 遠距離喔 我覺得會困難 但是其實如果有心 應該 應該沒問題吧 對 但是 目前也沒想太多 就盛起自然